這段影片我就會想說 Week 15 Assignment 這個 Chapter 你會發覺 懂得做得很棒 因為一個 Step 一個答案 兩分 如果不懂 就真的很頭痛 我盡量覺得你是用多些例子去令自己熟悉 到底什麼時候用成 什麼時候用加 什麼時候用P 什麼時候用C 都很複雜的 我盡量努力 希望講得越多 解釋越好 因為你只看答案未必明白 首先這個 Chapter 是很重點的 就是看你知道什麼時候要做多一個 Task 而什麼時候就是 Either or 所以你會見到有使用成 有使用家 我逐條來說 不免得 summarize 很難的 我第一條就說 買一個 Bike 從 9 不同 Bike Models 和 5 個顏色 所以你會見到哪一輛車 要做兩個 Task 首先第一個 Task 就是選擇 Model 而第二個 Task 就是選擇 Color 所以你買一輛車 同時做兩樣東西 就叫做兩個 Task 就要用成去表達 所以九成不是45 而 Part B 就是買 Pizza 買意粉 買飲料 即使你同時要做三樣東西 做完三樣東西才完成 所以就應該是 8 乘 4 乘 11 而 Part C 就是一個 Fair Dice 什麼叫做 Fair Dice 呢 即是一粒六面的色仔 你會摘它五次 每一粒色都有六個選擇 那你就摘五次 所以就應該是 6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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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為你要做完五樣東西 所以用成 不是加的 這套答案就是 5 乘 4 乘 6 乘 6 乘 6 第二條 就是一個選擇 4 就是 From 2 Different Facuties 這兩個字就不懂 即是學系類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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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學的 學院類類類類類類 a 則有 15 乘 4 乘 8 乘 4 b 則有 31 乘 4 現在 Part A 則說 如果全部都是 different 那為什麼今次不用成 要用加 首先你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这个叫做1 即是你只能够选一个 这个叫如雨红掌的题目 我经常用这四个字来解释 即是你不能两样一起游 如雨红掌不可见得 所以你是A OR B 你见到一个IDAL OR 就代表是加 即是不能两个要 不是成 而PART B 有两个COS是同样的 即是说原来FACULTY A和FACULTY B 有两个COS是重叠了 如果你就这样15加31 就应该把这两个COS 加多了一次 double count 所以我就要减走这个double count 就减2 加了两次就减回一次 所以就加齐了 就变成44个COS 第三条就是说PARE牌 这些要懂的 就是BlackCARD或者HARD 你要知道 PARE牌就有黑色26张 而红心呢 就一定不是黑色的 是一定是红色的 即是代表26和13是没有重叠部分的 即是它们有个英文字叫做MUTUALLY EXCLUSIVE 不过我猜你未必懂的 但遲些你要懂的 就是两个圈圈是没有重叠的 不重叠 就叫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就这样呢 就26加13就OK了 不需要减的 接着看PARTB 就说Diamond和FACE CARD FACE CARD即是什么? JIG LOW KING JIG LOW KING 这3个圈圈的也是重叠的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加Diamond FACE CARD FACE CARD 就有JIG LOW KING 乘以4 等於12个 那就加FACE CARD 就採取其3个 JIG LOW KING 亦可以用另一个方法想的 就是13再加另外3个花式的FACE CARD 我不加diamond也可以 只加space heart和club三个花色的face card 所以13加3x3都可以 答案22 第四条 这个就是分别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只能够选一个 选一个就是乳虹掌type 12和14只能够选一个 12加14 第四条 竟然是男和女和很多 代表我做两个 task 而我两个都要 二个都要12乘14 也就是168 第五条 今次又摘下了小色 又摘下了小银 total就做了五回合 看看清楚题目 部分A是兩回合的銀子 三回合的銀子 Dice Dice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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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數學經常都問的 你一定要知道Dice有六面 即是六個可能性 而Coin就是Head or Tail 就是兩個可能性 什麼叫Head呢? 即是公仔 你當是公定字 公定字 有兩個可能性 所以我如果要紮色仔就有六個可能性 紮銀仔就有兩個可能性 總共我做了五項項 五項項項 全部都雙成 六成六成二成二成二 那就二百八十八 第二隻就叫做Idle or 魚魚紅獎 要不就五個D 要不就五個C 只能夠兩者活一個 所以兩個計算之後 再加在一起 就是Total的選擇 因為我不選D就可以選C 可以加在一起 五個D就是六五次方 即是六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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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而C就是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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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就是七八零八 第六條 都是一樣的想法 Martin可以選三個Dexert Squad 就是三個Task 7成12成5應該不太需要解釋 Pub B就難一點 只能夠選兩個 三個只能活兩個 要不可以選A B 要不可以選A B 要不可以選A C 要不可以選A C 要不可以選B C 這個是魚魚紅獎魚鮑魚三個 只能夠選一個 不可以貪心要了 又要A B又要A C 即只能夠要一個 既然這叫Idle or 就三個加起來了 但加我分別地 如果只能看A B 這兩個Case 就應該是七成十二 如果只能看A C 就應該是七成五 而只能看B C 就應該是十二成五 這三個就加起來 就是Total的選擇 第七條 Password 看看每一個格子有多少個可能性 講清楚 它有0至9 Total不是九個數字 是十個數字 然後Lowercase Letter A-Z 當然有26個 這個你不懂我 真的幫不到你 最後原來還可以選多四個符號 還可以選多四個符號 即是如果用三個英文字 或者三個characteres 做三個tasks 每一個其實都有四十個選擇 每一個都有四十個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有十個加二十六個加四個 每一個都可以選擇 每一個都可以選擇這四十個 每一個都可以選擇 四十乘四十乘四十 或者四十的三次方 兩個都可以 六萬四千 原來很多 如果部分B就有些限制 只能選擇 一二三 Digit Lowercase Letter And a Special Symbol 字眼叫做Respectively 即是分別地 既然分別地 第一個要Digit 第二個要Lowercase 第三個要Special Symbol 即是做三個tasks 這次呢 第一個只能選擇Digit 所以只有十個選擇 第二個只能選擇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第三個只能選擇Symbol 所以是十乘二十六乘四 第四個是No Repeated Characters 難一點的 No Repeated Characters 就代表跟PartA很類似 但是PartA 我就可以四十選四十選四十 但是PartC 如果我第一個選了四十個 當我選了一粒 第二個就有一粒不能選擇 只剩下三十九個給我選擇 所以第一個有四十個選擇 第二個只有三十個選擇 而第三個就剩下三十八個選擇 所以C的答案是四十乘三十九乘三十八 如果你不喜歡寫得這麼詳細 其實也無所謂 你只剩下四十乘三十九乘三十八都可以 或者如果你最近學完P 你就寫四十P3就可以了 即是四十個選擇 選擇三個出來排 好了 那就講完了 第八條 刷機我不是很想解釋的 你只剩下八發除五發出答案 可以了 不需要知道背後解釋什麼了 第九條 就是no repeated use of digits 這一類叫做不能重複 第一個可以選擇四 第二個可以選擇三 兩個可以選擇三 做兩樣東西 所以四乘三 又可以 你也可以用P來選擇 因為四個選擇兩粒來排 所以就是 為什麼這次跟排有關呢 因為35和53 就當作兩個不同的個案 所以排列是有一個關係 所以就用排 而part B 就是no restrictions 可以讓你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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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P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P一定是說 不能重複的才是P 如果讓你重複的話 就是4乘4 第十條 這次就跟P有些關係 因為它就說三個出來 還有one by one 這個字眼要知道 one by one的意思 就是我選擇A先 B再C 就跟B A C 是不同的 即是次序是重要的 怎樣去理解它的次序是否重要呢 沒有 都是靠你的經驗 不過它的字眼 經常都不是很清晰的 有時候 但是考試就是這樣 one by one 就代表每一個是不同的想法 就是當ABC和BAC不同 好 今天有5個Cubes和4個Marbles total就有9個東西 total有9個東西 我就選3個出來 就叫做9-3 出來排 既然9-3出來排 就是9P3 那就完了 或者你用一個乘的想法都可以 現在要選3個出來 第一個可以選9個 第二個可以選8個 第三個可以選7個 次序最重要 所以就9乘8乘7 第11個可以選3個出來 這次為什麼知道次序最重要呢 因為Top 3 Positions Ranks 即是冠軍、亞軍、貴軍 以及冠軍、貴軍、亞軍 是不同的 歐琴來的 所以就用P 要排列的 就是20P3 第3個 第3個 他就說3個Different Cups Awarded 如果一個隊伍可以 Win more than one cup 這個難想的 雖然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很難想的 即是現在有20隊伍人 OK 他就說 我們就這樣想 有3個名次 有first 有second 有third 如果我first 就是有3個級 不是名次 有3個級 那我就1 1 2 3個級 那第一個級 我有20個可能性 不如選 即是20隊 隨便一隊都可以贏到 第1個級 但是贏了第1個級 第2個級 依然都可以贏了 即有時候有些人是無敵 即是OP 拿了3個獎都可以 那第二個級 都依然有20隊 給你選 第3個級 依然有20隊 所以20乘20乘20 乘20 就是8千 第12條 Combine 你要數一下 有多少英文字母 1 2 3 4 5 6 7 8個英文字母 他就說 可以選4個英文字出來 那就 without repetition 所以如果我不用P 去想 8乘7乘6乘5 是ok的 用P想就是8 P4 省了 不用寫這麼多數字 部分B 就說 這個字 我特意選這條出來考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怕你不懂 不懂英文字 搞到不懂 Vowels 就叫做AEIOU 這五個字 一定要懂 因為它可以考你 Vowels 我就數一下 這裡 Combine 這個字有什麼是Vowels 就有O 就有I 還有E 這三個 這條很難的 我想說 這條很難的 我有四個Letter 那什麼叫做 最後兩個字是Vowels 首先第一件 我要強調 就是 他沒有說過這個 是可不可以的 這個都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不 ok 不需要考慮 可以最後三個都是Vowels 可以 總之 只要最後兩個是Vowels 就足夠了 那我們就看看 最後兩個Vowels 的可能性 有多少 那我就先考慮 最後兩個 那就會是 O I 或者E 三個裡面 就選 兩個出來 排 三個 就選兩個出來 排在最後 什麼意思呢 可以是OI 可以是IO 可以是OE 可以是 可以排 那 有多少個排法 那 就會是三個 選兩個出來 排 即是六個可能性 那 而頭那兩個 就難想了 因為 total 就八個英文字母 八個英文字母 但是 我已經在OIE 這三個裡面 已經選走了兩個 已選走了兩個 那 即是剩下六個 那剩下六個 那剩下六個英文字母 裏面 我要選兩個出來 排 一二 所以就應該是六P2 那兩個雙乘 因為做四個Task 那就是六P2 乘以三P2 雙乘180 很難看 第十三 那 有兩個人 Snowden 和Cyrus 這就是 我之前上課說 比較困難的那種 就是連體英 Case 那他就說 這個 PartA不是連體英 PartA就是分體英 即是他說 坐在一起 那他就說 一定要Sit at two ends of the row 那他們原來是超級不Friend底的 就是一定要 坐到最開為止 那有多少個Case呢 那這六個Friend 首先 六個Friend 那我六個選六個 那就是六P6 或者六Fact 那六個選六個出來排 那但是 Snowden 和Cyrus 其實就是 可以這樣做的 Snowden Syrus 也可以Syrus Snowden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 那這兩個可能性 那我寫好一點就是 2-2 就是2P2 那如果你說 都很容易數而已 兩個可能性 那就這樣乘2 就是SC 或者CS 那如果你說六Fact 乘2 那我都覺得是 Makes sense 你不需要寫2Fact 那但是實際上 那個數學 理論就是2Fact 因為它 兩個選兩個出來排 好了 Part B 就很難的 它就說 它們Must not sit next to each other 就是 說著書對應那個 Example 10.13 很難的Case 那我就嘗試用兩個方法去解釋一下 第一個方法就是 將所有的Case Method 1 就是所有的Case 減 一起坐的Case 那就是代表不一起坐 所有Case減一起坐 那所有Case有多少呢 就是如果它8個人 任坐 8個人任坐 8個人任坐 那我解釋一下這個位置 就是8個人任坐 那這就是所有Case 那我要減幾多Case是它一起坐 那就代表不一起坐 那幾多Case是一起坐 就要用這個連體 鳥的 Logic 那就是當SC 就是一隻鳥 然後還有六個Friend 就叫做123456 那我們現在數一下這裡有幾個人 或者鳥 那就有1 2 3 4 5 6 7 Total有7隻鳥 在這裡 其實應該有6個人加一隻鳥 那有7個物體在這裡 我要選7個來排 那所以就應該是7Fact 7Fact 因為這7個人排隊 那但是7Fact還沒完的 因為這個可以是SC 也都可以是CS 那就是每一個7Fact 其實我都可以排兩個不同的種類 那就是SC或者C1 就乘2 或者乘2Fact 因為其實是兩個選兩個來的 CS是兩個選兩個排 所以這個就是Method1 那就可以得到30240 好 接著就講Method2 Method2 Method2也是非常困難去理解的 我相信 那就說 只是這個Case 就叫做兩個人 涉才可以用Method2 如果你說三個人涉就不行 如果三個人涉就很困難 應該都不問你了 很困難 那如果Method2 就說有6個人 6個Friend 然後就涉這個Slowdan 涉這個Slowdan 和Cyrus兩個人 那他就在這7個洞 記得6個Friend 其實有7個洞 因為我計算了頭尾 那這7個洞 那這7個洞 就任涉S或C 下去 都應該不會一起坐 即是他不可以SC 涉到同一個洞 所以這7個洞 我就涉兩個人 那就是SC 所以就7P2 就是選擇這7個箭咀 7個箭咀 選擇兩個出來洞 但那6個紅色的6個 都不是戀牌 是戀牌 即是不只有一個個個案 所以那6個洞 就應該再乘6Fact 即是那6個Friend 任牌 然後那7個洞 選擇兩個出來洞 那就是7P2 所以Method 2 答案就等於6Fact 乘以7P2 那答案都是30240 那我解釋了兩個 都很難明白 自己嘗試消化一下 好最後 十四條 三個red light bulbs 以及四個blue light bulbs 首先呢 全部都是off 那我們就逐個turn on 都是叫one by one 代表次序有關係 那他就問你有多少個方法去turn on the bulbs 可以是紅藍藍 紅藍藍 什麼都可以的 總之他有不同的turn on的方法 這個很傻的 不知道做什麼鬼 我turn on 誰先 誰厚 什麼都可以的 那他就說 第一個case要求的 就是要紅藍 alternatively 那他說有三個紅 四個藍 那就是一定要blue red blue red blue red blue 那就叫alternatively 按完藍按紅 按完紅都按藍 就叫alternatively 這個字 那 那 其實我覺得他是寫錯字的 因為其實英文呢 應該叫做alternatively 好像是 不alternatively 不過算了 你們明白就算了 那這個呢 就brbrbrb 那就這樣想吧 總共有四個藍色 那我就只看藍色先 那因為那個次序是關係的 就是可能例如叫blue1 blue2 blue3 blue4 可以是1234 可以是2134 可以是4 321 這樣開 如果這個次序關係的話 我就叫做四個藍色 選四個藍色出來排 然後再選三個紅色 選三個紅色 選三個紅色 所以就是3p3 或者你可以四塊乘三塊 當然 144 那 partb 就這樣 他說 red light bulbs are turned on successively 這個字 這個字 你要懂 就叫連續地 所以說不懂英文就死了 所以這些字要懂的 我透過這份功課 就已經教了你要懂的字了 連續地 第一個就是斷開地 一個A一個B 一個A一個B alternatively 第二個字叫連續地 那什麼叫連續地呢 就等於連體鷹定理 連體鷲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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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我就將這三個R R1 R2 R2 R3 就叫做連體鷲定理 然後還有B1 B2 B3 B4 4個 這個partb來的 還有4個 Blue Bub 所以 total有多少個Bub 給我排 1 然後 2 3 4 5個Bub 第一個Bub 叫連體鷲 你也當它一個Bub 所以 排這五個 5排5 或者5Fat 然後排完 還有R1 R2 R3 因為背後 不一定是連體鷲 連圓 都可以R1 R3 R2 有時候要swap 次序 這三個 還可以排3P3 或者3Fat 將兩個乘完 就是你的答案 5Fat 乘3Fat 1-14 就幫你做這個功課 後面那些 我都之後 嘗試解釋一下 就是這樣 拜拜